8月22日台湾乐团巨匠刘家昌之子刘子谦举办自己第三张专辑都是爱的庆功演唱会 开场就为粉丝送上出道之作轻摇滚曲风的玫瑰展现成身后唱功 只是不知是否舞台设备失调失误 刘子谦的声音是影前的弱不惊风 还好并没有影响粉丝对她的热情 而刘子谦跟不走行长路在演唱会中特地安排主持人护送在新专辑中合唱的小小兵登台 之后刘子谦更将演唱会现场变成了歌迷互动大会 与主持一同抽奖地牌下的敬致力结束 大展亲民丰奈 而演唱会后她就将前往北京普选中文 前例准备已经完成作曲部分的下一张专辑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